每个早晨都是一场又一场的战斗 有人跟闹钟搏斗 有的人跟孩子搏斗 有人跟拥塞的交通搏斗 冬天的早晨还得和温暖的被窝挣扎搏斗 如何让大人、小孩、上班族、家庭主妇、学生 都能神清气爽地迎接冬天那个早晨呢 田菊精油和莱姆精油 让你开启活力充沛的早晨 如果你认识清甜酸涩的清菊 也听过好人员的野菊 那你一定要知道这温暖香甜的田菊 田菊是在菊子红透时所采收萃取的精油 因为是成熟的果实 气味特别香甜可口 早晨在房间扩香田菊精油 它特有的温暖香甜气味 能在寒冷的冬天早晨 帮助我们提振精神 注入暖心活力 莱姆精油 许多人会将它和柠檬精油搞混 但仔细品味两者的气味 你会发现它们的不同之处 莱姆除了含有高浓度的柠檬汐之外 还含有温暖沉稳的植类 气味比柠檬更加丰富有层次 早晨最令人头疼的 不外乎拥挤的交通 还有早餐之后呢 要匆忙的收拾善后 这个时候呢 莱姆精油就能帮上忙 你可以将莱姆精油滴在棉花球上 并塞在汽车的冷气出风口 或使用车内扩香气 淡淡的莱姆香气 不但能洁净车内的空气 更能提升精神 让你远离一早塞车的坏心情 在喷瓶中加入莱姆精油与适量的水 往油腻的餐桌或冰箱的边角 一喷一抹 立即获得洁净与清香 即使是忙碌的早晨 清洁也能如此简单清爽愉悦 冬日的早晨 就让田菊还有莱姆 为您注入满满朝气与活力吧